6月28日,第一次亮相,周恩来重要外交藏品展节目仪式在位于上海黄埔区黄品南路374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举办。 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龙会议时所穿的两套具有历史意义的衣服,一件风衣和一件中山装,开启了在公众视野中的第一次亮相。 1954年4月26日下午,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机场,飞机停稳后,周恩来第一个走出机舱,他身穿得体的风衣,右手自然地举过眉梢,微笑着向前来迎接的人们致意。 在日内瓦会议上,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向世界展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处理国际问题的大国分范和自信。 日内瓦会议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国际舞台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也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很重要的亮相。 那么周恩来代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呈现我们新中国的这样一个形象,也代表着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全新的亮相。 所以我们选择在今年7之前,揭幕这一个重要的展览。 据了解,这两套衣服由于存放时间较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褪色现象。 为了让这两套衣服以良好的形态展现在观众面前, 官方在拿到衣服后,立即启动评估和保护工作, 并专程派人将衣服送到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维护。 为更好的实现这两套珍贵革命文物的展出效果, 中共一大纪念馆还突破以往平面式展出衣物的框架, 把衣服穿起来,让衣服活起来。 根据历史图像,全面还原周恩来身穿这两件衣服的历史场景, 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翩翩风采。 主要这个机缘也比较巧合,正好是周恩来的后人,周恩来的职辈, 他们从他们家中在无意当中找到了这两件衣服, 那么他们就想找一个合适的平台,能够呈现给世人, 因为他们认为这两件衣服非常具有特殊的意义。 据悉,展览同时展出14件馆藏食物藏品和36幅历史图片, 如周恩来、陈独秀等合著的《我们现在为什么斗争》一书, 周恩来用过的毛毯、台力、铅笔与橡皮, 周恩来题字,周恩来试试一周年纪念邮票等, 全面展现周恩来在两次国际会议上的分彩。